我们今天就是 吐槽爸妈 吐槽大会 吐槽爸妈大会 你有什么小时候受过的屈辱 尽管说出来 让大家为你做作证 让大家为你 来 评评理 评评理 对 说说你小时候的故事 反正我记得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数学 数学不好 小学的时候 请家长好像是 那个班主人一直叫我请家长 数学好像那个时候读的最低分 七十几分吧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小学 全是考九十几分 是九十八九十九 不知道怎么就全部那么高分 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七十几分 然后说你爸叫来没叫 他说你爸怎么还没来呀 然后他也没我的爸电话 然后结果就是巧合 机缘巧合 那天我忘了带文具盒 你知道吗 我爸爸把文具盒 送到那个教室来了 结果就正好 然后就老师说 你看我叫小红就是回去叫你两三周了 怎么你还就是叫不回来 怎么你就叫不来呀 就是你这个家长怎么这么难请 然后我爸爸说 小红就是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请家长了呀 然后就是他说没有回来跟我说呀 好然后结果我爸爸就知道是我骗的 好然后结果他说哦那我们晚上回去再说嘛 我就看他的 我就看那个眼神了 完了晚上回去再说 他这个文具盒给了我就走了 好然后就是结果就在外面跟那个班主人跟他聊了很久 然后可能就是说 可能说他的账也告诉你 对我数学才七十几分啊 什么什么的 好然后可能 然后我爸爸就 哦没事没事 谢谢班主人 谢谢谢谢 谢谢老师 他说那晚上我回去再跟他说一下 就表面 表面和蔼可亲 表面亲切 然后晚上回去 晚上回去就 就把视觉 他说把视觉拿出来吗 他说你还不跟我说呀 我都知道了 不是我今天你文具盒拿掉了 我还不知道你考七十几分 你还不跟我说哦 现在几分还差吗 就那个是最差的 这里面是 全部都合起来 小学都是八十多分就要开始说了 然后 你下次再这样就怎么好 对 然后我就把视觉拿出来 然后他就一道一道的 他就是不知道怎么 就是大人喜欢把自己 在哪里不开心的那个 愤怒就发现到孩子 然后他就这里错了 然后他心情当天好像也不好 然后这里 这一题为什么不会做 这么简单 他讲了一遍 我还是听不懂 然后我还是不会做 他说会了吗 然后我就再 他就把那个擦掉 让我自己再做一遍 我还是不会做 就你发起去了 然后就 他就这样 你这么好 就这样就这样 你老师也是这样吗 他都我想起来 你这么好 好 就是这样 刚开始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 刚开始这样 然后这个就是 就可能还不想打 然后就会这样推着推着 然后就有感觉了 有感觉 就这样了 就这样 那么还不容易 有感觉了 我就 就 就是 就是拳头打 你知道吗 就这样敲敲敲 那时候天天脑袋都是几个包子 真的 然后眼睛是种子 真的觉得当父母了 不要轻易打了一下 会 造成心里的创造成心里面有一点 所以变成我们现在的这种 你爸爸是怎么打你的 他就是把我就提起来就 就直接摔到那个 我刷牙 你知道吗 有一次不知道他打开输来干嘛 小学 我在厕所刷牙 我刷牙 他就说 他叫我 嗯 我没回答他 因为我也有点不满吧 然后他又叫我 我又没回答 因为我在刷牙 那个泡泡怎么满绝的事 然后他就一脚把那个后腿摔开 一脚把我摔到地上 还在厕所呢 我在干嘛 我在刷牙 然后我奶奶全部 我阿姨就来 就是就来把他拦着 来救死了 我叫你 你还不答应啊 天呐 就得太别恐慌了 是不是我更惨 更惨 你更 你更惨 然后就是 把我摔在地上 好像给了我一耳光 然后嘴角流着血 我吐着 吐着牙膏泡泡 然后边吐牙膏泡泡 边吐血 你知道吗 我吐 就感觉像自己在演电视剧一样 被打住血了 我就真的 吐吐吐 吐吐 然后就 那他之后会来道歉吗 这种莫名其妙的打 就是那种 还是会心里面有一点内疚 但是他又不说 又要刚在那里 给一巴掌给课糖啊 都这样的啊 是 但是哎呀 我觉得 怎么说呢 就算打得赢 自己的家人 还是不要还手吧 不要还手 还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就忍着吧 那能怎么办呢 对啊 这是我的想法 如果我是男的 就算我要把他打我 那我还不是就是刚着呗 你打我啊 我以后会报仇的 但是我也不会还手 哎是 我到那个就是一二年级 一二年级三四年级 那个时候还不刚 就打不过感觉 嗯 到了五六五六年级 有点叛逆了 对 还是有一点了 打呀 来呀 来呀 我不怕你 真的来 我就一直选择 啊 咬牙切齿 来呀来呀 等我以后长大了 我一定要还回来 打 猴王找到一个大西瓜 可是怎么吃呢 这个猴啊 是从来都没吃过西瓜的 忽然他想出一条妙计 于是把所有的猴子都召集起来 他清了清嗓子 今天我找到一个大西瓜 至于这个西瓜的吃法嘛 我我当然是知道的 不过我要考验一下 你们的智慧 看看谁能说出 这个西瓜的吃法 如果说对了 我可以多赏他一块 如果说错了 我可要惩罚他 大伙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没有吃过西瓜 小毛猴眨了眨眼睛说 我吃过我吃过 吃西瓜是吃啊 不对 小毛猴说的不对 吐一把猴子跳了起来 我小时候 跟我妈妈去姥姥家吃过甜瓜 吃甜瓜是吃皮儿 我想这甜瓜是瓜 西瓜也是瓜 吃西瓜嘛 当然是吃皮儿了 这个时候 大伙争执了起来 有的说 吃西瓜吃皮儿 有的说 吃西瓜吃呢 可争了半天 也没争出个结果 于是都目不佑 于是都把目光 集中到一个老猴的身上 这个老猴啊 认为出头露面的机会来了 他捋了捋骨子 扫了 清了一嗓 清了嗓子说 这吃西瓜嘛 当然是吃皮儿了 我从小就爱吃西瓜 而且 一直都是吃的皮儿 我想 我之所以老而不死 就是因为吃了这西瓜皮儿的缘故吧 大伙都欢呼了起来 对 吃西瓜吃皮儿 吃西瓜吃皮儿 猴王认为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他站了起来 上前一步说 对 大伙说得对 吃西瓜吃吃皮儿 就小毛猴崽子一个人说 吃西瓜吃馋 那就让他吃馋吧 咱们大伙都吃皮儿 西瓜一倒两半 小毛猴吃馋 大家共分西瓜皮儿 有个猴子吃了两口 就捅了捅旁边的猴子说 我说这西瓜怎么是这个味儿 然后那个猴子说 老爹 我常吃西瓜 西瓜嘛 就是这个味儿 好有趣 报告老师 我的那个才艺表演到此结束 然后没思考 üzel 我健云 我的思考 我肯定會 不高兴 Tuesday Roll 充oro充ogn! 充oro充oro充시다! 充oro充礼 그들을贱 Bianca 充 lira充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